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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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观众朋友平安 我是纽约信心圣经神学院 好万一家老师 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受难周 现在我们仍然是在周二 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的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叫做橄榄山宝训 橄榄山宝训 那我们知道另外有个宝训 叫做登山宝训 就是Sermon on the Mount 这个是橄榄山宝训 就是Sermon on the Mount of Olive 那很明显的 耶稣是在橄榄山上讲的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一篇的宝训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一篇是关于很重要的 这个以色列人将来的预言 所以这个是关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叫做Prophecy 就是预言 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以色列的民族身上呢 那我们看一下在 马太福音24章 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 那里记载 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 把殿语指给他看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语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的 那这里很明白的讲到 耶稣说将来 就是以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门徒这时候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圣殿 如果我们还记得 这个圣殿的图的话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 在这里看到这个圣殿的图 圣殿的图 那这个方向 我们是西往东这个方向 所以当耶稣和门徒 在圣殿里面 教导完他们之后 他们就出了圣殿 出了圣殿就是往东的这个方向 出了这个东边的门之后 就会经过一个谷 叫做吉伦谷 或者叫吉伦西 一度过了吉伦西 这就是橄榄山 所以耶稣和门徒就是坐在这个圣殿 东边的橄榄山 面对着圣殿 他们指着圣殿 那门徒当然是很怎么讲 很proud of 非常以圣殿为荣为傲 所以他们说看这个圣殿 那耶稣竟然说将来 在这个圣殿上面的 没有一块石头 不被拆毁的 这代表这个圣殿 这么雄伟的一个建筑 到时候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上面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图是 这个在 就是耶稣的时代 大概是 耶稣要定十字架 这个是主后差不多三十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圣殿还在 那圣殿全部被拆毁的时候 真的是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那这个我们是看到 耶稣和门徒就在这个橄榄山 讲了这一篇关于末世的讲论 所以这一篇我们叫做 橄榄山宝训 那在橄榄山的宝训上面 我们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起因 是因为门徒 他们指着这个圣殿 指给耶稣看 那根据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的记载是说 有人谈论 有人谈论这个圣殿 是用美食所装饰的 所以很多很漂亮的石头 我想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有的时候你不太容易 真的是注意到说 这个圣殿到底有多么的雄伟 我举一个例子 罗马的皇帝该萨 有一位该萨叫做卡利古拉 就是加利古拉 我们有这样翻译 他的祖父曾经来到耶路撒冷 就是访问耶路撒冷 那他的祖父的名字叫做 Marcus Agrippa 那可能有些地方翻译 叫做亚基帕 那他来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 历史上记载说 他什么话都讲不出来 只有一尽的就是赞美这个圣殿 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殿 你这样子看看不出来 其实那个时候的这个圣所 全部都是包金的 就是纯金的 所以他的每一个门 也都是外面包纯金的 每一个圣所里面的门 那当太阳一照的时候 很多人到圣殿里面去 眼睛都张不开 因为那个太阳照 那个圣殿 那个黄金的这个反光 让人家眼睛张不开来 而且这个圣殿到底有多大呢 最高的墙 最高的墙 圣殿最高的墙 有165英尺高 那如果我们一般的这个一层楼呢 可能 十二十六英尺吧 如果16英尺的话 就是十层楼那么高 那圣殿的最高的墙是 十层楼这么高 那圣殿中最大的石头有多大呢 我们知道圣殿都是用石头造成的 那圣殿的石头根据这个历史学家 这个Josephus 约瑟夫 他曾经写过一个记录 他说圣殿最大的石头 最大的石头 有67.5英尺 有67.5尺英尺 67.5英尺的话 那也就是差不多 如果是以姚明做例子好了 那大概就是十几个姚明吧 这么高 那你可以想象它这个石头 它有这么高 然后它的宽度呢 有差不多九英尺这么宽 九英尺宽 然后那个厚度呢 大概有7.5英尺 那7.5英尺 我不过只有五尺三 那7.5英尺就是宽度 我现在讲的是那个石头的宽度 就是比我还要再高两个头 七英尺那么高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么大的一个石头 你怎么去处理 但是这个就是用来造圣殿的 里面的这个石头 那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 是大西律 就是King Herod 大西律王他建造的 大西律王在这个历史上记载呢 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王 他把他最喜爱的一个妻子也杀了 把他最 这个两个儿子也都杀了 所以有人历史学家就说 你宁可做一个狗 也不要做大西律王的儿子 那这个 但是大西律王有一个长处 他是一个怎么讲 very able 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特别他是一个 头脑灵活的一个叫做建筑师 所以当时他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就有一颗心 要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建起来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Herold's Temple 就是大西律造的圣殿 那他是重修 重修这个圣殿 当他重修这个圣殿的时候 他曾经夸下这个豪语 他说我一定要让这个圣殿 能够怎么讲 超越埃及的金字塔 所以这个是他当时所发的一个豪语 所以他把圣殿建得金碧辉煌 那这个是犹太人的圣殿 所以当耶稣和门徒走到橄榄山的时候 这些门徒就指着这个圣殿说 哇多么雄伟的圣殿 甚至路加福音那里说 这个圣殿是用美石 就是美丽的石头 很大的石头所造成的 所以想象可知 如果这么大的石头建造起来的圣殿 这样子的雄伟的话 怎么有可能他会将来会 就像耶稣预言所说的 一块石头都不留在这个圣殿上呢 这在犹太人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大西律王他在主前19年 我们就说19BC的时候 他就开始重修这个圣殿 所以这个圣殿到耶稣 这个受难周这个时候呢 这时候已经是主后30年了 所以这个圣殿呢 主前19BC到主后30年加起来 已经50年了 所以你看他重修圣殿一直修 已经修了50年 其实他还没有修完 这个圣殿一直是到主后60多年的时候 才整个的这个圣殿完工 才整个的圣殿完成 所以其实很可惜 整个圣殿完成之后 不到几年 主后70年 整个圣殿就被罗马将军提多 然后带领大军 整个攻破耶路撒冷城 把圣殿完全都毁了 据说当时他们因为很多的这个石头 没有办法把它把它把它拆掉 特别是圣殿的西墙 西墙那里有很大的石头 所以他们罗马人用尽各种的 不管是撞锤啊 或各样工程的方法 都没有办法从西墙攻进来 所以西墙现在还留下了一小块 那也就是今天犹太人纪念的 叫做枯墙 就是willing wall 他们每次一到这个枯墙这边 犹太人就流泪 纪念圣殿只剩下这么一点点的 这个西墙的一小部分在那里 那当时耶稣讲这个橄榄山的宝训 他当他讲完说 将来在这个圣殿上面 没有一块石头 不会被拆毁的时候 那门徒就非常的惊怕 因为门徒 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都是犹太人 他们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 在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还有第十二章 那边都有提到 将来这个人子降临的时候 弥赛亚降临的时候 就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 所以撒加利亚书 根据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 那边的记载 就是在将来末世还没有到之前 我读一下给大家听 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 第三节 那里说 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 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 当作一块重石头 凡举起的必受重伤 这里是撒加利亚书的一个预言 讲到将来有一天 耶路撒冷会被万民所围困 而且会攻击 那当然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圣殿会被毁的一个时候 那下面在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 第二节 那里也提到说 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从复国之后 真的是不断的都有各方的国家 在跟以色列争战 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二节 那里说 因为我必聚集我就是神 他会聚集万国和耶路撒冷争战 城必被攻取 房屋必被抢夺 所以这里面讲到 耶路撒冷城会被攻取 下面在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 那里说 那日他的脚臂站在耶路撒冷前面 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山的一半向南挪移 这一段的预言 撒加利亚书是讲到 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 他的脚会站在橄榄山上 那橄榄山我们刚刚已经看过 是在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 所以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 他的脚会站在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 而且橄榄山会从中间分裂 这个山会分成两半 一半往北挪移 一半往南挪移成为一个极大的谷 下面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发生 就是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九节 那里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 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弥赛亚国度的建立 所以门徒他们非常熟悉 这个撒加利亚书的预言 旧约里面的预言 所以当他们听到说圣殿要被毁 他们简直是不敢相信 就说哇那就是末日来到的时候 所以门徒就来到耶稣面前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如果你用英文来问的话 就是WEN W-H-E-N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第二个问题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圣殿被毁的话 那一定是世界末了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 你降临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所以基本上 他们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WEN 什么时候会发生 第二个问题 What signs 有哪一些的预兆 可以让这些门徒 先看到这时候 就是世界末日了 下面我们就看到 耶稣回答这两个问题 WEN 什么时候 还有What signs 有哪些的预兆 那在马太福音是非常清楚的 记载了好几样的事情 从24章第4节 一直到24章的结尾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很清楚 关于末世的预言 这也是新约圣经当中 除了启示录以外 非常清楚讲到将来 末世有什么事情发生 首先我们要来看 这篇伟大的末世论的讲论 他的对象究竟是对谁说的呢 根据马太福音24章 24节跟31节 24节那里说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骑士 倘若能行 连选民都迷惑了 这里提到一个字叫做选民 当然你说选民是谁呢 选民其实就是 不是我们 耶稣在讲的时候的对象 选民是指以色列人 所以这里面主要 他的对象是以色列人 我们再看另外一节 31节 那里说他要差遣使者 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 所以这里有再次的提到选民 所以我们知道 整个马太福音24章的 这个末世论是对耶路撒冷说的 是对以色列国说的 是对以色列民说的 不是讲到教会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些大灾难来临之前 教会已经被提了 这个是根据天撒罗尼加前书 教会会在世界大灾难来临之前 会被提 这个是我们所讲的 rapture就是在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这里面所记载的事情 教会里面的 就是基督徒是不会遇到的 这里面主要是对以色列国 以色列的百姓 还有这个耶路撒冷 就是针对选民而说的 在马太福音24章 很清楚的分作几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 第24章的4到8节 第4节到8节 可以说是马太福音 这里面所记载的很清楚的是大灾难 如果你看这个但以理书 或者说你看这个启示录 可以知道在建立弥赛亚国之前 有7年的大灾难 这7年的大灾难 但以理书里面讲到有一期之半 所以会有三年半跟三年半 那马太福音第24章 4到8节里面 讲到是7年大灾难中间的 前三年半发生的事情 因为在第8节记载说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起头就是刚开始 所以前三年半有哪些事情呢 我们看一下第5节 第5节这里说到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所以前三年半的灾难 会有很多人起来 就是假基督的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 假基督的出现 好第二点 我们看第6节到第7节 这里说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所以我会听到很多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第三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 我们会看到第7节 第7节的后半那里有讲到 除了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第7节的后半说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饥荒和地震 其实在这个越来越剧烈 不管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7级以上的地震 几乎是越来越多 那当然这讲到到新年大灾难的时候 那时候的这个地震 如果你看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记载的话 他讲到那个地大震动的时候 很多山岛屿都不见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地震的时候 那个可怕的现象 那这是讲到七年大灾难的前三年半 前三年半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后三年半会发生什么事呢 马太福音24章第9节到第14节 这里继续记载了 后面三年半会发生的事情 第9节这里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民被万民恨恶 当然这里讲的你们 你们你们主要讲的是犹太人 我们看到犹太人 其实一直在被万民所恨恶 不管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这个希特勒的这个大屠杀 那我们其实到了以色列 都会看到大屠杀的博物馆 非常的这个残忍 所以这里面看到这个 在七年大灾难的后半 会看到这里说 人要把以色列民现在患难中 要杀害他们 而且他们又要为主的民 被万民所恨恶 就是被其他的国民恨恶 这个是后三年半的预兆之一 就是会有很大的逼迫 很大的杀害在犹太人的当中 那第二个预兆在后三年半是什么呢 第十节 那里说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因为那个时候敌基督已经出现 所以会有很多的人不敢承认他们的信仰 所以会有许多的人跌倒 彼此的陷害 这个是第二个现象 在后三年半 那第三个现象 会有许多假先知出现 会迷惑众人 甚至这些假先知 还会行大的神迹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 那里记载说 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 十二节说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 耶稣在这里回答了 门徒问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世界末了之前 有哪一些的预兆 我们讲了有前三年半的预兆 有假基督出现 有打仗 国和国 民和民 其实当我们看到在中东 现在的情势越来越乱 不管是埃及的整个的颠覆 还有利比亚 还有叶门 我们看到很多的王权 政权的青岛 然后看到这个预言 好像更多更多的在实现 还有各样的天灾人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好像这个灾难的情况 越来越靠近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真正末世的时候 耶稣在这里说 这个大灾难的当中 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的预兆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 耶稣说 那个时候应有不法的事情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那究竟什么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呢 就是必然得以进入弥赛亚的国度 也就是我们说的天国 第十四节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为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所以其实在大灾难 七年大灾难当中 如果不是神让这个大灾难的期间 只缩短在七年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 几乎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死亡 根据启示录第六章 还有启示录第十三章 我们都可以看到 那个大灾难是 人是没有办法这样子 一直持续忍下去 但是在这七年的大灾难当中 仍然是有人出来传福音 那谁传福音呢 在启示录第七章 讲到有十四万四千人 那这一批都是犹太人 很多的犹太人 在大灾难的当中就信了耶稣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才认识到 原来这个敌基督 才认识到谁是敌基督 他们才真正的相信耶稣 另外还有谁传福音呢 根据启示录第十一章 还有两个见证人 他们也会传福音 所以如果这些听信福音的人 他们能够忍耐到底 他们就必然得救 就是他们能够进入到 这个弥赛亚的国度的里面 那我们继续看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那这一段这一段究竟应验过没有呢 我们知道末期是还没有到 末世还没有到 就像耶稣所说的 他降临还有世界的末了还没有到 但是整个圣城被毁 是曾经发生过 那发生的时候就是在主后七十年 我们可以说主后七十年当罗马大军 毁灭了圣殿和圣城 真的是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上面 那这个应该就是将来大灾难的时候的一个 我们叫做rehearsal rehearsal就是预演 预演就是先排练 前面是一个小的井 然后将来是一个大的井 所以犹太人在这个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的时候 这个可以说是一幕 就是将来世界末了的一个一幕井 那我们看到在七年大灾难完了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看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七节 那里说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所以下面我们看到当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 耶稣会降临 那降临的时候是看得很清楚的 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 所有在地上的人都会看见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当基督降临之后 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基督降临那个时候是很容易看见的 因为那个时候根据启示录 太阳月亮星辰三分之一都会黑暗 所以其实白天里面很多时候是被黑暗笼罩的 所以当基督降临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闪电会照耀过来 人子的降临会非常的清楚 在基督降临的时候 圣经上说 人子的照头会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人子就是看见基督 有能力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圣经上说 尸首在哪里 阴也必聚在那里 那我们知道通常哪里地上有辅尸 老阴也一定会飞到那里 这个意思就是说 人子的降临必然会成就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 感染三宝训的这个前面最主要的部分 讲到地上七年大灾难 以及将来基督降临之前会发生的预兆 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告诉我们天地都要废去 你的话语一点一化也不会废去 谢谢你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今世不但有盼望 将来有一个永恒的国度为我们预备 我们要看到你将来要来临 你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 在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 有永远的和平 有永远的公义 有你永远的慈爱 你要将你的账目设立在人间 你要永远与你的百姓同住 我们感谢你伟大荣耀的应许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感谢你伟大荣耀的国度为我们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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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伟大荣耀ADE